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好了 我房間已經整理好了 頭髮也抓好了 紙跟筆都準備糾緒 現在是早上八點 我很久沒有這麼早起床了 國高中真的是很辛苦 等一下我就要來上第一堂的線上輔導課 通常會有老師開啟一個會議 把連結丟給學生 然後學生可以透過連結進去 那麼我現在就要開始上課囉 好 那 我們今天要來進行一個 疫情的特別課程 那我先跟大家 同步一下我的頭影片 等我一下 共用頭影片上課不是什麼新鮮事 但第一次線上上課的我 看到老師利用視訊會議裡的 留言板鼓勵同學互動 覺得很新鮮 待會在留言板裡面看到 做答開始四個字 你就可以留下你的答案 記得寫英雄是誰就好 好 預備 做答開始 來看一下大家的答案 乃瑞真的答得很快 乃瑞答疫苗 他寫的不是人物 除了留言板 還有全班可以同時操作 填寫答案的線上白板 就請你寫上你覺得在疫情中 這一個職業讓你覺得 非常想要感謝他的 寫上這個職業就可以了 就是請大家幫我在白板裡面 找到你自己的座號在哪裡 然後修改便利貼的顏色 改成黃色 然後寫上職業 然後按儲存就可以了 你應該知道怎麼編輯吧 連選你的便利貼 然後在右上角 試試 我的應該會 我在常識當中 好 OK 你可以試試看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自己覺得 線上上課好像更有勁 跟以前以往死板板的 我坐在教室的裡面 然後去看老師上課不太一樣 然後現在你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還要額外學很多的工具 試著用不同的工具去表達 你想要表達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活用啊 可以讓學習的過程更有參與感 然後各種方式 也會讓整個事情變得更加有變化更加靈活 結束了早上半小時的輔導課 下午我更進階了 加入國塞同學一個半小時的國文課 這堂課完全顛覆我覺得國文很死板的印象 課程一開始 老師又先請大家用心理測驗來簽到 這個心理測驗它是要測試什麼呢 它是要測試你靈魂的顏色 那我們來看一下大家的答案都寫什麼 好 來 有選F的 有選 朱大腸 朱大腸 靜音同學 這次呢 你是比較有細心的一個思維跟直覺 他是創作者跟藝術家嗎 你的眾多女友們是 不要亂講話 我覺得用心理測驗簽名簽到是非常有趣的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過往我的老師們沒有想到耶 但是因為過程當中你身為學生你就會很想要告訴大家你的答案是什麼 所以你會迫不及待的發表 今天的課程要試著用色彩描繪事物 老師用共編簡報讓大家同時練習寫作技巧 或許是因為國三同學已經考完會考 學業壓力減少 學業壓力減少 班級氣氛非常樂弱 橘色 喜氣的金橘 還有好吃的生橘 為什麼 我寫了我寫了 橘整好吃啊 好吃到生橘是怎樣 先解釋看 那種綠綠的就不好吃 要那種全部整顆都橘的才好吃 等一下有打開是綠色的過 喔 沒有外殼 外殼如果有 那叫皮 皮吧 這是皮 老師鼓勵大家全程開著麥克風 同學可以想到什麼就講什麼 留言板在這邊除了回答老師的問題 也是同學互相吐槽的地方 你看 就在上課期間還有同學差題留言問我幾歲 可以隨便聊天嗎 會不會被制止啊 有留言板好酷喔 你可以跟 就是 每一個人 傳指點的感覺 很酷很酷 此外 我覺得像留言板 舉手按鈕這些線上工具 會讓人更有意願表達意見 反正回答不好一下子就被洗斑洗掉了 比起以前在課堂上發言 全部人都盯著你講話 壓力真的小很多 平常那些比較安見的同學 你可能不會看他舉手回答老師的問題 但是 如果在 線上上課的話 老師可能就是 只派你要去 編輯這個簡報 或是你要回答什麼問題 然後 用訊息的方式 然後每個人都要打字什麼的 然後 你可能就會看到 他們 他們的文筆很好啊 或是 想法很特別 就是你平常看不太到的 課程最後 老師還準備了特別的遊戲 先請大家拍攝 並用色彩描寫自己的房間 之後每個人依照自己被分配到的照片 去找到符合的文字敘述 也就找到房間的主人 好棒的 還好我最後有答對 沒有丟臉 國文課還可以這樣上 真的很有趣 不過因為環境與設備的不同 我覺得線上學習也難免會有網路速度或聲音干擾 這一點同學們也和我想法一樣 因為我們家 我是點我媽的網路 所以我會在網路搜尋比較好的地方上課 但網路搜尋比較好的地方就是會有 家人會干擾到 那就是 家人干擾到的話 我就會把麥關掉 然後講話的時候再開起來 這樣比較不會影響到同學上課 然後像我用手機的話就是 譬如說老師會分享螢幕畫面嘛 然後我只要一跳過去Jumbo 可是其實我是看不到老師他在 他的黑板上面畫什麼 我是看不到 我又等要跳回去看 可是我自己又等要做 然後就是會很麻煩 那我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善用今天的技巧好嗎 好 那沒有問題的話今天要靠層到這邊結束 我們明天會見 拜拜 拜拜 我終於完成了我第一次的線上學習 過程當中我真的覺得學到了蠻多的 老師真的很辛苦 要藉由教材想辦法誘導學生更有興趣學習 通通的學生也要學習更有自制力 你要選擇加入課程還是要選擇偷懶 然後我覺得這視訊比我預期的還要花更多的專注度 以前在學校上課的時候會有一種 上課的一切是理所當然順理成長的 但是我在上視訊課程的時候 我必須要花更多的focus在老師上的內容 以及他的思考的這個過程 要一直努力的跟著 一旦錯過了一旦 一旦落實掉了 我就很容易會覺得很困惑 然後這是我遇到的問題 我相信同學們一定有問到 加上一堂課的倘若超過一定的程度的話 你的專注力又很容易會換散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是一個滿大的挑戰 對於老師來說 對於學生來說都是 就是沒有照片的 ... 我們可以託求一旦 因為我們時間還有任務 我們可以託一下 對於欣賞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